题材股活蹦乱跳 当然也推升台股完美收红 当然回顾今年以来 大盘占上万点大关 一共156天 创下史上最长的万点记录 当然台币也是绅士惊人 从32块强升到29.8块钱 问其股会起扬的最大原因 除了受到外资热钱涌入之外 当然内资的买盘也出现信心回龙 也是相当关键的 当然目前可以观察到 在于在于除了原物料的趋势之外 明年的投资亮点 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来留意呢 我们的非凡商业周刊 最新一期就帮大家整理一下 全球新战局 就要从中美基础建设 找出受惠的族群 首先就带大家来看 大家都知道中美双方 处在一敌一有的状态 经济地位谁上谁下呢 所以一个喊着要扩大基础建设 一个则是要大搞一带一路 两代用力尽全力的砸钱 商机就可想而知有多大 我们也简单帮大家整理一下 最直接的受惠方向在哪里 其中可以观察到水泥方面呢 最近两天表现也是非常强劲 最主要两国的基础建设 当然需要用到水泥啊 再加上大陆的环保政策 趋势员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会公布应求 所以台泥跟雅泥 都是受惠的方向 在塑化族群当中也是一样 基础建设需要用到塑料 而且甚至看到了台塑集团 同时布局中美市场 可以说是两边直接受惠 因此也点名到台塑跟南亚 紧接着还有哪些受惠方向 一并带来做留意 像是钢铁族群 看到了像是他们的夜辉跟夜星 尤其是他们集团 也要设立赴美设厂 再来就是太阳能族群了 像是中美都开始要发展 太阳能的电力 再加上中国的环保政策 趋延的情况之下 要环保爱地球 所以太阳能族群 也是有受惠的方向 再来就是一带一路 有可能会增加各国之间的交流 因此会不会带动 有利于旅游的意愿提升呢 所以因此我们也点出了 很多的旅游类股 还有航空类股 都因此渴望能够受惠 提供给您来做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